啊,對啊,你要假設10也可以,那就變得很難算啊 然後假設100 假設100的時候會怎樣? 是不是就可以這兩個約分 那你容值的體積馬上算出來等於多少? 4.5 單位 單位 毫升 體積的單位是不是毫升? 是不是? 是喔 好,放物前回值有沒有問題? 沒有 放物前回值有沒有問題? 沒有,趕快寫好 好,趕快寫好 注意,趕快寫喔 中環有沒有在寫? 有喔 中環你要認真一點喔,知道嗎? 好,來了,你給我往下看 然後你寫好就把它查掉囉 我問你,一瓶酒 的溶子是誰? 水?溶子咧? 酒精吧 溶劑咧? 水,是不是? 那我這時候算出來了,酒精 它的體積是4.5毫升 我們已經假設了,酒的體積整杯溶液是100毫升 那我請問你,水的體積是多少? 多少?幾毫升? 95.5 是不是? 好,95.5 好,那我再往下做囉 我要算的是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的計算方式 是不是用溶子的重去除上溶子的重 加上誰的重? 溶劑 溶劑的重 是還不是? 是 再乘以百分之一百嘛 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有了酒精的體積 可不可以算出酒精的質量? 可以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 怎麼算? 可以 這裡是不是給你一個密度? 對 有沒有看到密度? 酒精的密度 0.8 是不是等於酒精的質量去除以酒精的體積 4.5 對 是不是? 那酒精的質量是多少? 乘一乘就等於多少? 3.6 4 4 4 那水呢? 這個很難喔 這個很難的喔 95.5的話它等於幾克? 95.5 95.5為什麼? 1度1 因為密度等於1嘛 聽懂嗎? 嗯 聽懂嗎? 好啦 哪個質量你都有啊 往裡面帶就對了 3.6就是什麼? 誰的質量? 9.6 是不是這個溶子的質量就是3.6 那溶劑的質量在哪裡? 95.5啊 可以嗎? 可以 了不了解 了解 好這樣就可以算答了喔 好 就算出來大家這個A3.6 聽懂舉種? 聽不懂舉種? 好 1到5要分問題 6到10 都沒有啊 6到10有沒有問題? 快喔 6到10有沒有? 沒有 11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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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到20 都沒有 12到20都沒有 10都挺會啊 會嗎? 會嗎? 會喔 不好 喔 那個是誰啊? 我來看一下 那個叫做是 玉良嗎? 喔 玉良說不好喔 我偏要說好 好 來 注意看 我們是不是有講過這個 講過什麼? 很奇怪 奇怪 X總是加入水的體積 Y總是濃度的話 它是不是會這樣子往下掉 是啊不是 因為 這邊加的越來越多 這個數值越來越大 所以它越來越小 所以叫做反比 這個圖叫做反比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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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題的C選項 你看 它不是V喔 它叫做V分之一喔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題的C選項 就是考V分之一 它那一題是V分之一 欸 如果是V分之一的話 分母如果越來越大 整個數值會越來越小 整個數值會越來越小 那如果這邊越來越小 這邊越來越小 這張圖應該長什麼樣子 蛤? 這張圖應該長這樣喔 這個要正比喔 聽懂嗎? 聽懂沒有? 你們趕快把那張圖改過來喔 考試說不定要考那張圖喔 欸同學 之前你們老師跑過來跟我說 翻送很多同學跟我說 考試一大堆題目都超出範圍 都沒教過 我聽到我覺得很神奇欸 你們禮拜三的時候 考的是哪一張? 波號1還是2 你們先考1對不對 然後跟老師說一大堆題目都沒教過 所以要拿2給你們考 先考2 先考2 然後再考1 欸一大堆題目 我覺得莫須有的罪名欸 好 各位呢 總共題目幾題阿 第一面15題 第二面1 2 3 4 5 6 7 8 9 總共24題 4題是超出範圍的 這叫做一大堆嗎各位 一大堆 你們的一大堆 你們的一大堆等於24分之4 6分之1 換算成百分比 6分之1百分比多少 6分之1百分之10幾 所以你們百分之10幾 一大堆 所以你們只要考10幾分 就是考很多分的意思喔 對啊 但是糟糕了 老師走過來 然後他們 他們 他們想為你們求情 你知道嗎 他們說班上的同學 讀書很辛苦 結果考試都沒什麼分數 原來是老師考太難 都考沒教過呢 是不是 我們知道一把PT 一把也被人家說沒有 就只有幾題而已 同學不要這樣好不好 憲我為不義 24分之4等於一大堆嗎 就這樣吧 平常對你們也不錯啊 對不對 還好嗎 還好 還好我現在每次走過你們班的時候 都會看一下想一下 到底是不是你們班的課 不然你們在那邊 欸老師 每次都走過頭 好 所以21到25 還有沒有 你們都沒有問題喔 都沒有 這一整張他們哪一題 你沒有問題我也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 下一張 1到5 1到55 哇 原來 原來數量的那個感覺有問題之外 數字也有問題啊 1到5 3題 好 3跟4喔 好 我們現在看3 3問的很好 誰問的 不錯不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3啊 我們的3 喔 我們的3 他問你兩個東西的筆值 他問你兩個東西的筆值 請注意看到 我們一起來看3 他說啊 今天有兩杯 喔 一杯裝成兩杯 喔 一杯裝成兩杯 然後要問你 分開來的之後 他們的末爾數筆 末爾數的筆值 還有末爾熔度的筆值 分別為多少 好 請注意看 第一杯 這一杯叫做 兩公升 四百毫升 抱歉 兩M四百毫升 喔 兩M四百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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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幾末啊 啊 兩M四百毫升的水溶液 含有幾末啊 含有融脂幾末啊 不會嗎 不可能不會吧 老師說過啦 這一個公式裡面 一定都給你兩個 這樣你求第三個啊 有沒有想過 有 八百喔 不對喔 是小 張軍啊 小朋友捏碎麵 不對喔 二 這邊要怎麼樣 四百要出於一千喔 為什麼 這個單位是什麼啊 公升啊 聽懂嗎 可以喔 小心喔 所以這個末爾數是等於多少 末爾數是等於0 0.8末爾 是不是0.8末爾 是不是0.8末爾 是還不是 是還不是 是 好 再來 被我拆成兩杯 被我拆成兩杯 第一杯叫做一百毫升 第二杯幾毫升 三百 三百 好第二杯比較多 三百毫升 那我請問你 那我請問你 末爾數 左邊這邊末爾數多少 右邊這邊末爾數多少 我不要先問你末爾數喔 我先問你末爾濃度喔 末爾濃度 2m的分開之後 會不會變小 如果會的話 同學我問你喔 一杯糖水 一杯糖水 本來喝起來是2m的糖水 喝起來甜甜的 2m的甜度 濃度是2m 倒成一半一半 倒出來一半一半之後 是不是變成1m跟1m 2m的糖水 倒成兩杯一模一樣多 是不是變成1m跟1m 不是 是不是 不是吧 如果是的話就是我喝 喔 太人了 不然倒一半來喝好了 你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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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 老師這杯水好甜喔 不然我倒一半好了 倒一半 這個濃度沒有半 還是很甜 聽懂嗎 濃度喔 所以你倒出來之後 這個濃度是怎麼樣 不變 不變 濃度不變 所以 濃度這裡還是2m 這裡還是2m 所以濃度的比值是幾比幾 1比1 是不是 2m比2m就是1比1 那 我的比值是不是就是1 2分之2就是1嘛 數不數 數 數嘛 那你b跟a都可以撇掉啦 好 再看一下 那莫爾數比呢 這邊的莫爾數是不是0.2 這邊的莫爾數是不是0.6莫爾 對 欸會不會太快 不會吧 跟這邊的算法一樣啊 看懂嗎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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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給2個 然後求第3個啊 懂不懂 懂不懂 懂喔 所以我問你 莫爾數比如果是0.2 比上0.6的話 他的比值是不是1 3分之1 對 所以大家就選C 聽懂舉手 走方向 喔 趕快寫一寫 欸 最重要的是 你把溶液分開之後濃度是不變的喔 聽懂嗎 聽懂嗎 懂喔 這跟什麼 這跟密度一樣啊 一個鐵塊 他的密度如果是7.8 他切成兩塊之後 密度會不會變小 不會 不會吧 這是物質的一些特性啊 不會變啊 加油喔 齁 這個題目都很重要的喔 這種倒來倒去的皮膚都搞很多啊 加油了沒 1到5還有沒有問題 1到5 4 好我們來看4喔 4這題比較簡單一點喔 注意看 200毫升 濃度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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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警察領解的時候 請他對著濃度酒精無氣 測運結果酒精超標 啥空氣吹 你們有沒有看到什麼 到底是廢話 我用黃色框起來都廢話喔 你不用考試的時候 看著津津有味喔 酒駕被抓了 好你不用考試的時候 看著津津有味 這些跟簡體的關係都沒有 簡體的關鍵 底下 200毫升 2000毫升 2000毫升是容易的量 酒精的濃度4.5 體積兩分濃度 然後問你 喝進多少毫升的酒精 喔 多少毫升的酒精 這個也是重點 多少毫升的酒精 好了 這怎麼算 4.5乘誰 20 2000 2000吧 我總算有20 喔你說約掉後面那個喔 喔 這麼厲害 來 我的 質量的體積 是不是會等於濃度 去乘上 溶液的體積 那 那個什麼 這裡不是P喔 這裡是Vperson 喔 更改一下 Vperson 體積百分濃度 4.5 是不是要去乘上 2000 溶液的體積 乘出來是答案啊 聽懂嗎 好 聽懂喔 得到 看不出 那些人 那些人